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心态决定了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决定了我们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 你越是不懂得如何去生活 你的生活就越难 你越是懂得如何去生活 你的生活就会更好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生活 一 心态决定了人生 当我们的心态好了之后 不仅生活好还能长寿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长寿的人遗传基因占15% 社会因素占10% 意料占8% 气候占7% 其余60%则取决于自己 排第一的就是心态 德国研究人员 也曾对700多名百岁老人 进行了三年的跟踪研究 发现他们承受的秘诀只有一个 那就是拥有一个好心态 心态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还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决定了我们的寿命 可是现实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喜欢去想那些 不会发生的事情 喜欢去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 这样的人生活越来越难 生活越来越不易 时间久了 生活就出现了问题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文说 去年的时候 孩子上的幼儿园 老师对孩子很不好 总是发展 因为这样 我和老师吵了一架 最后选择转学校 看好了学校交了学费 可是我却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孩子不适应 刚去了很难融进去 担心对孩子不好 整整一个假期 我都在担忧 也总是在给孩子做心理准备 甚至怕孩子接受不了 对孩子说 之前的幼儿园毕业了 所以大家都换了新的学校 经常对他说 去了新的学校要做什么 去了新的学校要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尊重老师 如何和小朋友相处 后来快开学了 我更焦虑了 甚至担忧到晚上会失眠 开学第一天 孩子很开心 总是自己可以见到很多的小朋友了 当时我在担心 他是不是第一天才会如此 整整担心了一天 一天的时间做什么都没心思 后来放学接孩子的时候 他很开心 说很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 第一天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老师也很好 幼儿园的饭很好吃 我心中的焦虑才慢慢地放下 但是又担心 第二天的时候他不愿意去 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他很开心地去上学了 放学的时候 还给我分享了上学的事情 说自己很开心 很喜欢新的幼儿园 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位网友一样 对很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开始很担心 总是害怕很多 影响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正常生活 但其实我们的担忧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过是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已 因为担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担忧还不一定会出现 二心态不好 人生自然不顺 听过这样一句话 世上本无事由人自扰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事情本身并没有发生 而我们却总是在担心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 即便是没有发生 我们却在心中 总以为发生了这些事情 于是我们会担忧 我们会害怕 让自己陷入负面的情绪中 当我们陷入负面的情绪中时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很难 生活很不易 我们总是自己困扰了自己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 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改变的 当我们不能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接受 可很多人不是如此做的 不能改变的时候 开始埋怨生活 埋怨人生 甚至是埋怨自己 埋怨父母 让原本不好的事情变得更糟糕 本身不过是一件事情的原因 却因为我们负面的心态 让事情变得更难 让事情变得更加的难以接受 到了这种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人生很难 生活很难 而不管我们做什么 生活都是不如意的 所以到了这种时候 我们真正要做的 就是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记得有次考试 自己很紧张 考得很不好 考试结束之后 自己很烦躁 想不通为何自己这样紧张 更加的嫌弃自己 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 自己都陷入了焦虑之中 每天的心情都不好 总觉得是自己的原因 才会这样 后来 事情过去很久了 才慢慢的想通 自己的烦躁 不过是庸人自杀罢了 这样的烦躁 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的烦躁 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与其这样让自己难受 还不如想通一些 让自己开心一些 当我们心态不好的时候 那些原本很好的事情 我们也会变得很焦虑 也会变得很难受 越是难受 生活越是不好 生活越难 三 心态越好 人生越顺 狄更斯曾经说过 拥有好心态 比拥有一百种智慧 都更有力量 是啊 当我们心态好的时候 不管遇见多难的事情 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 也能够积极地去解决 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 就会发现 生活真的很好 人生也很幸福 所以一生中 我们真正可以做的 就是努力 让自己的生活 更好一些 努力让自己的人生 更好一些 而更好的前提 事先拥有好的心态 举个例子 当我们遇见了一件 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一开始 会有负面的情绪 但是很快 就能够调整过来 之后去积极地面对 此时我们就会发现 那些让我们觉得 崩溃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那些让我们觉得 痛苦的事情 一点也不难 到了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心态真的很重要 小雅是一个心态 很好的人 她和男友在一起的时候 很爱男友 为了男友 她付出了很多 有一次 闺蜜拍了一张照片给她 照片中 是男友和一个女孩 女孩挽着男友 一起排队 准备去看电影 小雅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真的心碎极了 难受不已 看着手机中的照片 开始痛哭 甚至想要追去骂男友 之后小雅忍住了 然后回家了 回家之后 小雅关掉了手机 一个人在家哭 哭了很久之后 小雅就删除了 男友的所有信息 然后就像是没事一样 开始工作正常的生活 小雅说 对于一个不爱的人 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纠缠只会让自己痛苦 就算是男友和对方分开了 又能如何呢 自己接受不了 然后告诉我们说 自己放弃的不过是一个不值得的人 没什么值得伤心的 而对方失去的却是一个真正爱的人 所以自己不后悔也做得对 很快 小雅就走出来了 后来 小雅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 结婚了 心态真的很重要 若是小雅不愿意放手 总是和对方纠缠 不仅会痛苦的生活 还不一定能够遇到现在的丈夫 心态真的很重要 当我们心态好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坦然面对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是不一样的 生活是与众不同的 四 你什么心态 就过什么人生 心态造就一切里说 人的一生走过的路 恰是山路弯弯的 要想顺利地直通生命的远方 心灵的方向盘 就要不断地调整心态 做到与时俱进 是啊 心态造就了一切 心态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心态好的时候 每天都是开心的 即便是遇见了不好的事情 也能够积极地去面对 积极地去解决 当我们心态不好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是惆怅的 生活每天都是不开心的 遇见事情的时候 只会想不好的一面 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人生在世 其实就是短短的几时载 我们又何必 让自己不开心呢 不管遇见了什么事情 都积极地去面对吧 放过自己 放过生活 让自己的人生更好 让自己的未来更好 当我们的人生 更好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 更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很精彩 而人生也很值得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晨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来自下转发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